Good afternoon, welcome to another episode of Feng Shui 101. I'm Master KK from CK96, your modern Feng Shui consultant. Today, Dr. Sky is still with us, the president for RCMA and the founder of Sky Creation. Today, we're going to discuss one very important thing, money. Doctor,很多人在裝修的時候,犯了很多小錯誤, 導致他們在整個裝修的過程鬧得不歡而散, 或者是很多糾結,或者是很多煩惱. 請你跟大家分享一下,怎麼在裝修的時候要take note什麼東西, 怎麼要注意一下什麼小方面的東西,好不好? So basically,最重要的東西就是不要一次性的付完全部的錢, 尤其是,其實你第一個東西,你給的那個deposit 對啦,deposit絕對不可以能超過20%的,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發現,那個裝修商跟你要求的deposit要求很高, 比如說要一個一半50%,60%這樣子的話,超過20% 這是第一個紅的,一個 alert了, rate alert了,你要注意,為什麼這樣子? 然後同事的話,by progressive,就是說通常 progressive就是說, 分鑽接了之後,當然就是說他要開工的時候還一筆費用, 然後接下來的話就是by progressive,看他做到什麼階段了, 可能等你要做儲櫃的時候再給多一個,基本上是這樣子。 所以當然,at the end,一定要有個retention在後面, 5-10%的retention量在後面,千萬不可以一次性還完, 還有就是說工材沒做完,就還完, 包括我自己的公司也是一樣,如果面對我的員工, 但是絕對不可能,就是說要跟你收完一次性收到完的話, 對嗎?你們千萬不要給就對了。 This is one,一個最主要的問題啦,就是錢的問題。 還有就是說,家鄉啊,如果比如說客門他們很像那些設計師跟你講, 這個東西我直接跟你收現金啊,收什麼,千萬也不要給。 比如說這個東西加你,你直接給我,很像比較便宜, 不要,很像好過不要給公司,這也是一個alert了, 因為就證明這個人的integrity有問題, 如果這個人的,如果誠信有問題的話,你還把錢交給他, 你不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冒險嗎? 對。 基本上是這樣子。 好,那如果在裝修的過程中,然後不換而散的話, 我發現很多時候是大家沒有心平氣和地坐下來談, 那你覺得如果真的是有些狀況的時候,應該如何去處理呢? 這個是很,我可以說是common啦, 因為坦白說一個東西,畢竟裝修是人生大事嘛, 通常多少會有點摩擦。 其實講真的,這是無可避免的, 我相信沒有一間公司可以避免的, 包括我的公司也是一樣。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看這公司處理問題的態度是怎麼樣子。 因為他,這是看責任感問題啦,公司的責任感問題。 因為有些就採取了就是說,這個東西是設計師跟你的問題啊, 什麼東西,就竟然去推,還是說跟他們沒關係。 所以我覺得一個,如果比如說,這個你可以參考, 就是說之前,他們也, maybe 有 dispute 啊,什麼東西, 最後他們是這樣子去處理的。 東西也是可以介意做參考這些。 所以, basically 我覺得, 重點就是說, 你,像先了解公司, 通常你是, 再去找那個設計師嘛。 只要這個公司,背景, background 這些東西都是好的, 都是,都是, 比較負責任的, 所有負責任性的, 所以你就可以放心的去, 去雇佣他的設計師啊。 因為,就算設計師出現問題的話, 我相信這間公司的負責任, 還是管理層都會出面解決問題的。 對,我相信 Dr. Sky, 他記得有一處, 我們的這個公司裡面也出了一個設計的狀況嘛。 你都很負責任的,把這個說清楚了。 對,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那是幾年前的一件事情, 我們公司也是出現了一個狀況, 那什麼,跟客戶跟設計師有一點問題。 到最後,我們也是很愉快和平的, 就是馬上, 我記得那是在新年期間啊。 就新年期間的時候, 我們就快點把它, 就是說去找客戶, 就是在一個, 就是在最短的時間裡面, 幫客戶處理跟解決的問題。 所以像我說, 這些問題, 裝修醫療的問題, 都是無可避免的。 最重要就是, 要負責任的把它解決掉。 因為無論是誰對誰錯都好的話, 應該我覺得, 最重要先把客戶物質的問題先解決掉。 我們才來追究誰對誰錯。 而不是追究誰對誰錯了。 我覺得這人當當的公司, 是很重要的公司。 負責任的公司, 是很重要的公司。 畢竟我們, 大家都是誰安全。 裝修這方面, 都好幾萬塊錢。 然後, 然後, 如果搞得不愉快的話, 沒有人幫你處理好, 沒有人幫忙當當的話, 那就是一個, 很不幸的事情。 所以, 我再總結一下, Doctor的一些建議, 就是, 第一, 你要在篩選的時候, 做出功課。 不可以自己認定, 或聽說, 一定要親眼, 或者是有關於設計的資訊, 自己要找清楚。 拆選材料的時候, 和看contract的時候, 必須要很注意。 在接下來就是, 自己在交錢給contractor的時候, 不可以超過20%的deposit, 然後是分階段的, progressive payment, 然後一定要有5%到10%的retention。 再加上, 如果你的interity general contractor, 跟你說, 私底下跟你解決這個事情, 你把錢交給他, 那個就是另外一個紅燈。 再接下來是, 不怕公司有狀況。 如果有狀況, 高層的management, 有辦法處理的話, 或幫你解決的話, 或幫你安排到, 你所要的東西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個蕩蕩的公司。 所以大家都, 必須要從這方面著手, 做出自己的功課。 畢竟, 這個還是自己的血汗錢。 我重新再說一次, 賺錢不容易, 不要讓這個不愉快的事情, 還沒有搬家, 就搞得不愉快。 尤其是現在這個情況, 真的是不容易。 大家都不容易。 大家也不容易。 所以, 就非常感謝Doctor, 在百夢之中, 抽出這麼寶貴的時間, 跟我們分享。 我們明天就circuitbreaker了。 然後就祝大家, stay at home, stay safe, stay strong, 不要亂跑, stay united, 1Singapore, 支援公司。 支援公司。 拜拜。